不過說台灣是這樣,我們如果要走募兵制 那整個國防的失誤就等下有精兵制 機會要變冷脫兵團 昨天為什麼會提到政府掛台主要取消徵兵 這是什麼脈絡? 哇,這個是什麼? 我真的真的太專業了 這個也是我最近有聽到一些辦法 就是說,就是對台灣的多 不過說台灣是這樣 我們如果要走募兵制 那整個國防的失誤就等下有精兵制 機會要變冷脫兵團 那如果要不要殘害的,那要用真兵制 所以意思是說國防的失誤 不過這實在太...太複雜 意思是說在... 在這種國防的失誤要有一個統一的想法 另外...另外募兵制 如果要存募兵制要到足夠的數量的話 那軍...那個文事會相當高 那國防不其實有回應說 募兵制其實戰力已經很守候了 這個... 那...那他就這樣認為吧 所以你對國軍的戰力跟人... 還是對人力沒有信心去? 是... 國軍目前... 這個還是...建軍要有建軍的思維嘛 就是說你到底... 其實...等我去以色列看回來再講 但是這樣啦... 現代化戰爭也不像我們平常以前想像的那種打火 所以這一種不管是網軍或什麼 這是另外一種...另外一個方面 那... 文綺有問說你想選總統是要... 是要主張恢復徵兵制嗎 這個到時候我會跟他講 像你現在... 所以你想要當三軍統帥嗎 不想回答這些新潮流的題目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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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